虽然话不好听 但韦氏觉得你在气质上 拿捏得死死的 不错 韦氏没有看错人 不料曹卿并未生气 反而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罗天文言 当即就想给曹卿竖起一个大拇指 心生佩服啊 回过头来一想 能活无数岁月的老怪 要是这么容易就生气的话 估计早就被活活气死了 三十三界便是告一段落 萧炎进入此界 本来以为最多能突破到八星斗神后期 但现在已经超过了她的预料 突破到了八星斗神巅峰 这已经让萧炎非常满足了 而且就算还有吉神甘露 萧炎也绝对不会继续选择提升了 正如摩天兽所言 萧炎的这种修炼方式 那是在断自己的不朽之路啊 越是到了后期 在修炼上切无极切 但实则 元气底蕴破亦之后 本身的提升速度就会有质的飞跃 在元气底蕴足够稳定的情况下 提升更多便是水到渠成 当然 越是往后 需要的元气也无法想象 其实也可以用神元气丹 作为修炼资源 但神元气丹提炼而出的神之元气 在效率上便是不怎么可观了 在黑色的海底之中 底部的云层之上 九鹰存在于其中 它已经在这里许久了 当然 这里除了九鹰之外 还有两道神影 准确地说是三道 兵运兔和乌战都追寻到了这里 也是在此等待了近乎十年之久 那杀千刀的该不会死了吧 四周寂静了不知多久后 兵运兔忽然是开口说道 话语一出 气氛似乎变得更加古怪起来 无战苦笑 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说呢 小九 兵运兔见没有人回答 便是转头看向了九鹰 我也认为有可能 九鹰也是在这时 点了点头附和说道 就在这时 一道悠悠的声音传来 喂 你们说 谁死了 顿时间 兵运兔和九鹰皆是一阵 转过头 朝着声音的来处看了过去 若战一下子站起来 目光所及 萧银竟是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可恶 竟然没死 兵运兔嘀咕道 你却这么想我死啊 我死了 你爹那里 我保证你也不会好过 这叫护驾不周 萧炎倒也没有生气 笑了笑说道 九鹰也是觉得震惊 没有想到 萧炎竟然真的能够进去 还能出来 他还打算 如果萧炎在百年之内没有出来 便是离开此处 没有想到 仅仅过去了十年 萧炎便是从其中出来了 而且实力 明显地感觉到了 有不小的精进 实力提升了不少啊 九鹰道 萧炎则是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还是斗神一个 算得上你们再提升啊 我还要变得更强才行 要知晓 萧炎在进入三十三界之前 实力不过还是七星斗神巅峰 而这一晃不过十年时间 萧炎的实力 便是从七星斗神巅峰 突破到了八星斗神巅峰 这等修炼的速度 可谓是何等难以想象 不知晓要获得多大的一场造化 才能够有如此提升 几乎快要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还是快看看你这句分身吧 发疯似的对我们出手 冰运兔不好气地说道 顺着目光望去 元神分身 依旧被冰运兔冻成了一坨冰块 令元神分身在其中一动不能动 萧炎顺着目光看了过去 当即也是眉头微皱 在三十三界当中 萧炎的确感觉到了 元神分身和自己断掉了联系 萧炎看着元神分身 此刻明白 真正断掉联系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三十三界 真正的原因 乃是元神分身 在吸收了五星元神的星辰之力后 其本身实力变得过于强大 和分身拉开了太大的差距后 这时出现了一定的反噬 本身竟是也诞生了一抹灵质 加上萧炎进入三十三界之后 受到世界大阵的影响 本来和元神分身的联系 就变得薄弱起来 后者也是抓住了这个时机后 要彻底掌控 若非是兵运兔和乌战 及时出手限制 将其冰封于此 恐怕真的等萧炎回归之时 元神分身 估计早就没有了踪迹 他会产生自己的灵质 虽然一开始灵质简单 说白了就是很蠢 如同敌极的魔兽一般 灵质不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质慢慢开发之后 就能产生主意志 届时便是萧炎本尊来临 也必须将其意志抹去 才能重新掌控 可若这具元神分身的使力 一旦脱离联系 真正产生了自己的意志 想要夺赦 就必须要将其打败 好在是 萧炎如今的使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此刻兵运多有将其限制 而且元神分身 尚且还只是诞生了 简单的一抹灵质而已 你去说第三枚星印了吗 难怪 萧炎目光看着冰块之中 无法动弹的元神分身 眉心之处 有三道星印闪烁着 萧炎缓缓靠近 目光凝视着元神分身 用它小心一些 这冰块并不牢固 我站此刻在远处 顶嘱萧炎说道 一路上可是遭遇了 好几次冰块破碎 差点就嗝劈了 就在萧炎临近之时 可以看到元神分身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萧炎 仿佛此刻就要捏碎 萧炎的喉咙 萧炎刚刚靠近 几乎也就是在 无战话音还在空中 传荡的时候 冰块竟是真的崩碎开了 元神分身 从其中往地冲出 瞬息间便是探出手 朝着萧炎攻击而去 无战顿时心中一紧 这种感觉 他体会过好几次 虽然萧炎本尊 实力突破到了八星斗神巅峰 但元神分身 紧紧一拳就能将萧炎抹杀 眉心之处三眉 形影闪烁 三星元神 此刻元神分身的实力 其肉身力量毋庸置疑 拥有了和地之不朽第三步 或者第四步对抗的资格 但是元神分身 虽然达到了三星斗神 如今若是遇见第三步的不朽 恐怕要将其战胜也绝非意识 因为除了自身实力之外 萧炎对元神的了解深少 战斗方式上 其实还远远不够